出座人 出座情 全球的七天 給你拔感情 不走床 不走床 咱來合唱是命的光 咱來合唱是命的光 第一次的發放 一直到十一月底 已經圓滿了十梯次的發放 那麼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帶著所有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見證許多的溫馨點滴 那麼首先呢 我們邀請到是北區的人文真善美 吳明倫師兄 師兄您好 您好 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另外一位呢 是來自於我們的受災鄉親 水車福子女士您好 您好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們知道 在這樣的一個大災難發生過後呢 慈濟志工一次次的走入災區 那我們就先請明倫師兄來談一談自己 好像第一次的這個出國採訪的經驗 就是到日本 對 第一次是到日本 那看到有什麼樣的一些感受呢 第一次有就接到大清師兄的說 要去協助記錄嘛 那 其實很感人啊 然後 回想起來 到日本的當時 我們先到東京嘛 然後 車程是八個鐘頭 是十幾個鐘頭 才到元首線嘛 那個大水箱那個地方去發放 那其實在我們是坐這個遊覽車 那個一路的風景喔 是非常的漂亮 那那時候就是在 其實內心啊 已經在感覺著 哇 這是日本好像 一個天堂的一個國度 然後 到了現場的時候喔 那個災區的現場 整個就認出了 怎麼那個落差那麼大 然後第一個印象就 因為八八風災的時候 有去屏東七六 就會聯想 聯想到那個 那個殘瘡 所有的這個災難 其實 雖然發生的過程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大家的這種心情是 大致上是一直的喔 那但是呢我想啊 今天我們也邀請到 這位特別的嘉賓 就是水車福子女士 您在日本已經居住 多久的時間了呢 我在日本已經居住了 有二十二年了 從台灣嫁到日本這樣子 嗯 對 對 那這一次喔 就是也因為地震海嘯的因緣 開始見到慈濟人嘛 那您開始接觸慈濟人的 這第一印象是怎麼樣呢 我第一次見到慈濟的各位師兄 是在3月30號 在當時我是因為住在 我先生他的堂哥家裡 避難在山上 那天因為我們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買菜需要開車的話 要有50分鐘的時間 就開到府市市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先生就說 那邊有寫台灣的人 好像喔 台灣的喔 我說不太可能 怎麼會有可能呢 結果在紅燈的時候 我們把車子停下來了 我仔細的看 哇 真的謝謝 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 我那時候好興奮喔 我就不得了了 我說我要下車 那我先說等一下等一下 我說好吧 我就把車的窗戶打開 欸 請問你們是台灣來的嗎 他說是我們是台灣來的 我就趕快說 我也是從台灣來的 那我已經是不得了了很激動 然後馬上下車 跟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一起聊天 嗯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 在這種最苦難的地方 最難過的心境 能碰到自己國家的人 這是我非常感到 非常興奮的一件事 好像他鄉遇固域這樣子 對對對 那在這次的災難當中 您家裡都平安嗎 對 最很慶幸的就是 我家的人都沒有事 其實很多受災的鄉親 如何能夠走過災難 然後讓自己的心可以平復下來 的確是需要長期的時間 陪伴跟富貴的 那我們首先呢 就來看看 吳明倫師兄所見證紀錄的畫面 in 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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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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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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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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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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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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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